hello各位玩家大家好 我是i1VR的姐夫 由于有事要外出一段时间的关系 还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拍摄 今天这个视频只能用录音的形式跟大家见面 这次我带来了一款刚刚上星的游戏 画面很梦幻又带有点神秘感 就像身处在外太空森林里 没错 这是Rhythm of the Universe Ironia 当我第一次进入游戏后 在这个星球里感觉有点像阿凡达 所有的动植物都有一套生态 感觉仔细去研究的话 甚至能写一遍科幻动物学论文 在里面跟外星生物的交互也挺有趣的 还有部分关卡用乐器过关的体验也挺新鲜的 虽然游戏里的场景比较复杂 但里面大部分的物件和摆设 都只有有限度的互动 例如你不能做一个彩发贼 把植物拔走 还有当我爬绳索去解谜时 到某些地方会有一道隐形的场 阻止我去前进 整个画面会黑道 在后退或放手时就恢复正常 作为一款解谜游戏 我觉得游戏里面的谜题 难度失踪不会太无脑 也未至于很难 为了不剧透 我就不讲太多了 只要仔细留意一下物件上和场景里的声音提示 总会找到解谜的方法的 除了解谜以外 游戏里的另一特色就是之前提及过的爬绳索 你需要沿着绳索爬行 翻过一些机关 在爬行的时候老实说 长期举高手是有一点点累的 但同时也带来多一点沉浸感 所以也是不错的 另外由于游戏里的主角是两位外星小孩 他会像一个画牢一样不停的说话 推进剧情 而作为同伴的玩家 就是一个不用出声的工具人 默默的去写避就好了 基于剧情方面 我觉得还行 没有像电影阿凡达那样的场景和故事 都表达的十分好 也不好在这里剧透啊 因为游戏时间实在太短了 我玩游戏已经算比较慢了 除了解谜以外 还会在场景里细细走走 观察一下外星生态 到弹出工作人员名单时才一个小时 严重快一这么短的流程啊 另外在游戏一开始的介绍动画 居然是平面的播放 而不是360度的动画 也让我有点失望 还有几个bug 都让我在游戏过程中有点出息 例如设计语言界面里 明明有中文选上 却按不下去 其他语言反而可以 到最后关卡前 画面会突然很鬼畜的震动 虽然这些问题都可以透过更新来解决 但还是对游戏体验有一定的影响的 最后总结一下 游戏整体的体验是挺赞的 但我觉得可以做得更好一些 还有要延长一下游戏时间 说不定是有下一集 解谜方面 难度失踪至于 利用场景里的道具和透过观察环境来寻找答案 这个过程让我很投入在游戏里 而且有一关还让我特别难玩 至于动作冒险的游玩部分 相对解谜部分来讲 就会容易了一点点了 至于购买建议 我是觉得不值得在增加时入手 如果打折的话可以考虑一下啊 游戏在Steam AUKUS上边都有三家PCVR和一体机版本 或者你也可以用5POS 无线会员 确实连接款 还有其他过签款的VR游戏啊 最近他们还在做周年庆活动 年费会员有8.5折优惠 有兴趣的玩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哦 以上就是本次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有其他补充资料 我会在下方评论区留言 喜欢这影片的话 不要忘记评论收藏订阅茶玩VR 只会在B站以及YouTube都有自己的账号哦 这里是茶玩VR 也有集于换体验和硬和造成的Oculus Quest暗号者频道 我们上次集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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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